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会了 因为刘妈妈现在是税数渐渐增大了 所以你现在几岁吗 过了65 刘妈你看不出来耶 可以 我自己看得出来 但是心态很好 心态看不出来 因为我妈是射手座你知道吗 我们不是很向往当射手吗 你不要一直黑射手座 不是 我现在说我们竟然都向往当射手 所以我们要来访问他 就是说这个射手的心态 我们要怎么去模仿 因为你看他就是完全很满足 然后他不容易想太多事情 所以他就不会 岁月不会留在他脸上 很松 就整个人都很松 像我们就很高兴 刘妈你看看你那个女儿老大 就是20几岁拖了个箱子来台湾 然后到现在40岁才愿意再回去一下下 你觉得你怎么放得下心让他这样 我是每一年都有回来 他有这个本事所以放得下心 而且他也不会好像学歪掉 所以我就比较放心他 因为他从小就这样子 他自己很有智力能力 所以我才会放心 而且照着他的兴趣走 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 每一个人如果 那时候离他太远了 一个人生地步 22岁 对啊 他那个箱子就来了 大学毕业了OK的 如果说是才高中毕业 那可能会担心 大学毕业了 对不对 应该OK的 我很放心 他很容易放手 对他爸爸比较不容易 双鱼座放不了 双鱼座很难 对我是OK的 我说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我说会很苦哦 他说他可以 真的很苦 那就好吧 真的 Bye see you 与台北 哈哈哈 你有四个小孩 你有可能四个都放得下 还是只有这个可以 都可以 我四个其实都是放得下的 因为四个都是离家算蛮远的 你的个性 小的也是很远啊 我觉得这个性真的很好 是不是 迪迪远很远 对啊 对 对对对对最好不要老人穷操心 就是很平平常心最好了 这其实其实是一个学问 这也是我们自己的 对啊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气在走 而且我回想 我这一次回来 我跟我的二妹跟三妹 我们在聚在一起 因为我你们都知道我不太敢出门 我只有跟家人在一起 所以朋友打电话来什么 我都说这次不见面 我们就Facetime就好了 但是我跟我妹妹花了很多时间 因为家里有事 然后我们就是一起 我就那天跟我爸妈讲 我说you know 这很奇妙 因为小的时候感觉三姐妹的走向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哇 我一想你会觉得说oh gosh 以前以前因为姐妹之间一定会有竞争 肯定 这是一定的 从小到大一定又是女生 然后都是鸡渣鸡渣这样 所以一定会有竞争 然后可是你没有想到说我们那时候离开家 大概2020岁 20几岁 我们大家都离开家 然后现在回来又聚在一起 就每一年聚在一起 都会有更多的成熟的一些 对 那这次回来又有更多的成熟的礼物 就是说其实我们三个人都在 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还有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会有自己的强项跟弱点 那现在当然看到的强项 就是看到的优点比弱点多 那因为这些优点不是说我们天生就是优秀 而是自己的历练 有这20几年在外的历练 造成你有一些生活的模式 跟你生存的本事 那我那天就跟他们讲 我说you know 大家真的都长大了 就是这个感觉是很奇妙的 因为以前可能在一起 因为我只有每一年 我每一年会回来一四到两次 对 可是因为他们是生活 你看我如果22岁离开家 我现在已经42岁了 我已经20年 我没有真的生活在娘家 就在美国 我20年我都是在台湾 因为台湾是我自己就是很喜欢的家 我的小孩啊 我都是在台湾落地生根 我在台湾结婚我在台湾工作 我在台湾学习了很多 所以台湾真的给我很多 所以台湾是我的家 那可是美国也是我的家 但是我的生活从我成就长大以来 都是在台湾 所以我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对 因为我的家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的娘家没有在台湾的底子 就是他们都在美国 不是说有些人是在台湾 然后什么 两边都有 我的父母就是美国 like they're just really American 他们在台湾是住我家 you know 所以it's not like 而且如果不是我 他们可能还不会那么常回台湾 因为他们所有的生活 工作什么 他们的朋友都在美国 我奶奶啊什么都在美国 所以对我而言我就觉得说 oh gosh 我20年没有刚刚生活在一起 可是每一年我们都会越来越成熟 就是因为每一次回来 都会有一些化学作用 因为三姐妹 那二妹跟三妹 他们是一起等于是一起 一起一路走来嘛 就是他们两个离得比较近嘛 对 所以我离开这样20年 他们就是在一起 从大学到谈恋爱 结婚生子一起带小孩 都在一起 一起创造他们的人生都在一起 那唯独就是我跟弟弟比较远 对 可是因为弟弟本身就男生 所以他不算 但是每一次我回来 我觉得每次我们姐妹 我们都会有一种 就是那个概念会变 因为老二跟老三已经习惯 就是以他们为主 然后突然间大姐回来了 有的时候大姐 以前比较任性讨厌要管他们 不是就一次 现在比较少了 但是其实我跟你们分享过 好松 你变了 我变了 因为记不记以前我跟你们分享过 就是我们曾经三姐妹有三年没有讲话 有啊 你们知道吗 你干先气啊 你就是觉得人家这样就不听你 然后我干嘛这样 我不要理他好了就不理人家了 对 可是因为我二妹也是很角色 因为他的天蝎座你知道吗 你真的惹到他了 其实我说我不理他 那是我要面子 是他不理我三年 因为你讨厌你管人家家里 怎么他把电脑关起来就不跟你讲 对 所以后来是到我们带佐佐佑佑 来L.A. 我们那时候才又开始讲话的 在佐佐佑佑 我们去Allen Show之前的三年 我们都他都没有跟我讲话 天蝎座真的是他们做的到 没跟你讲过 他说不要惹天蝎吗 千万不要惹天蝎 我们惹不起 惹不起 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这样子吧 先做这么准啊 很准 我们真的是 黑白他就是黑白 所以你真的 他如果你跟他好 他是死心塌地 会为你来付出一切 但是你真的踩到他的地垒的时候 你也会给你 所以你要是跟他站同一边 你不要跟他站对面 站对面就很危险 但这个我相信是有做没有感觉 你问完全没有 一定没有感觉 但我们就会有感觉说不要惹 可是我跟你讲 天蝎座他很好的是说 他这样子给你颜色看 也表示你真的是活该 因为你可能已经踩到他很多次 你要反省自己 所以他就给了我三年反省自己 从这三年之后 我渐渐的每一年 我就是越来越会跟他们相处 那后来我发现 这个姐妹之间的这种化学作用的相处模式 是很微妙的 你还是会生气 你还是会翻白眼 但是你就慢慢的就懂得怎么尊重彼此 我们曾经有做过一集节目叫做排行 排行啊对啊 老大 老二老三 就真的很准 但是我发现这个排行 在你的人生的不同阶段它会变 当然它会变 就是说可能大的要让 然后就是大家都变得一种心照不宣的这种 就是我知道你的地雷 你知道我的地雷 那我们就不要触碰 对 然后我们就互相有一个很好的相处的模式 大家都很轻松 然后我们都跟小孩在一起 就还是一家人 感情还是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感情很奇怪 你认为吵才是爱 但有的时候你真的到了 I don't know 是长大还是成熟 你不吵了 然后反而你好像更能够理解彼此 你看像你跟家的概念就是这样 就是你看你evenly离开怎么样 你不在家里 没事就把电脑打开就一直跟你妈讲话 对我是一直说 因为我跟我妈的感情是这样子 就是从小我的纠结 因为我很多纠结 你们都知道我的个性不太好 其实他从小他念书的时候就这样子 他出去外面玩 他会回来 不要乱爆料 不会他会回来一五一十的在告诉我 今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 我在外面做些什么事情 他都会跟你全部都说 他到现在都还会讲 对 我四个孩子就是他讲最多 那如果他们三个吵架 你为什么没有出来 可是我妈晓得说揍了 揍得很可怕 在这个年代 他在揍的方式 我在节目 合理 我在节目上讲过 他拿锅子追我是真的 要先打老大的小孩看 后面才知道说不能这样 因为妈妈会这样打 打一个就会了 而且慢慢的妈妈就累了 打一个也OK 打两三个就算了 别打 打过的电台是这样吗 我顶嘴的就会被修理 不会顶嘴的就不会被修理 你就爱顶嘴的 对 你爱顶嘴 对啊 也是爱他为他好啊 所以他才会跟我这么 这么亲近啊 这么贴切 打是爱骂是情愿 他小的时候说我是很可怕 现在如果家子被揍 可能真的要去警察局了 我跟你讲 小孩会打家暴专线 妈妈会被抓走 我会被下去 而且我妈不是小的时候揍我 是我叛逆的时候揍我 十几岁 十几岁叛逆期就是顶嘴 我就认为我是侠女 就是我觉得我要 我要争取一些是权益的时候 他哇他真的是揍我 揍到不行 没有逃啊 逃了也没用啊 你要逃去哪里 像你这样的天 这样子常常揍来 就是好像就那一次吧 对啊 长得大就是一次 对啊 但是没有打你 但是没有关系 现在因为你 这个again你要想 人家这样揍你 你可能也是要反省 对啊 所以可能你活该 你有没有这样过揍过你自己的孩子 你回想 你有没有凶过 没有 我妈她揍人是真的 可是后来他们几个都没有被揍过 所以我常常他们讲你们要感谢我 因为我当前线你知道吗 所以揍完我以后 他们都学乖了 就很多话都不都不讲 然后都不分享 没有他被作为就是问我为什么 why的时候 顶嘴 对 不要问为什么 带起来的没有 对 哈哈哈 我昨天在录像走路就看到一个爸爸妈妈 他们后面带了四个小孩 我就觉得说啊 一个一对父母带四个小孩 真的是很辛苦 像我们如果一手牵一个就很辛苦 你要想 妈妈他们当时带四个小孩 而且个性都不一样 其实又是职业妇女 那个过程应该是非常非常辛苦吧 可是我带他们真的没有辛苦 我在我的记忆里没有辛苦到我 好奇怪 我要先跟你们讲 因为我妈妈她没有管我们的功课 她那个年代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像我要 我要来呼吁我自己还有现在的妈妈 我们都做太多了 他们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直升机 没有直升机父母 说不定有只是你的妈妈不是 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除了像他们这种 就住在美国的职业妇女 第一代的移民 还有很多是留学生 留学生他们父母更不管 因为他们父母自己在亚洲 可能还有事情 他就把小孩 像我有很多朋友 我这个年代的是寄托在亲戚家 所以他更不能管 可是反而我们这一代 我觉得我们都还有能力 就是想自己想要什么 就是我们还有能力思考 我们以前考大学 现在父母考大学是crazy 我不是叫你们 申请你怎么弄什么弄 我不是跟你们分享 叫你们看那个美国的netflix吗 就在写那个男的 他不是拿了很多钱 把人家做那个假的什么 好像假装我是什么踢足球的 然后我就要进什么名校什么 然后从后门什么 现在的父母很crazy 现在的父母进大学 是一种自己的虚荣心 你知道吗 就是小孩如果不进到长春藤 我们就好像是失败的败类 然后别人可以进 我们为什么不能进 所以大家都发疯 这样子帮 我们那个年代 我要考什么大学 我自己弄 他我要考SAT是我自己报名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管这个 四个都没我也没 所以我们自己如果不管的话 我们就没有大学 所以你看四个都没管 四个都已经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我觉得 都不差 跟妈妈说一下 他很松 你看所以他每天就活得很开心 他小孩也没有坏掉 每个都很 没有坏掉 都没有坏掉 让他们自由发展 说不定还是件好事 我现在发现是SYNCOLOGY 就是因为他这么松 我们就会很紧张 就是因为没有人提醒你 所以你自己要弄 因为你自己如果不填写这些 你不搞清楚 你要什么 对你就没有学校 那像我们现在都管小孩管的 所以他们就依赖 妈妈没有叫我弄 我不知道 我不会弄 我上个礼拜 我在遥控吴先生还有我的小孩 然后他们有一些线上教学的课程 然后我在这个之前 因为学校他有给我email 也有给姐姐email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时间颠倒 我就跟姐姐讲 我说 我说我不会去跟他讲email写什么 我只是说email来了 请你看清楚 每一条看清楚 你在你在线上开课之前 你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搞清楚 然后他就说我弄了 ok 然后礼拜一要开课了 大清早就打电话给我 妈咪有一条我没有看到 是一个link要开进去 然后里面有要准备的一些 那没看到 要准备文具没看到 I'm like 那怎么办 我说 我说你9点要上线 你现在8点跟我讲 我说现在去哪里弄 现在防疫期间 我们要去哪里买这些文具 弄不到了 你在网路上定也要时间 对 我说那没办法你自己想办法 然后他就很紧张 因为这个年纪的小孩 如果老师说他要一只蓝色的 会吓死 他就对他就不会觉得 他可以用黑色的 如果老师说他要什么三环的本子 他就不敢去用普通的本子 然后后来我说那没有办法你自己想 然后我就说你自己想解决的方案 我就不给了 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很简单 就是他其实用什么笔用什么本子 第一堂课应该都没有关系 那老师讲 对他就很紧张这样 然后我说 Let this be a lesson learned 我有提醒你要看清楚 我说那你没有看清楚 你就是没有double check 你没有double check 你现在紧张 那你现在的后果你自己要承担 然后我就下线了 然后他爸呢 就在那边一直打电话说 开车出去买东西了 对对对 开车我说你不能去 现在没地方去 8点钟去哪里买啊 都关了 他说 it's not important 你叫他 他爸也很紧张 就坐在他后面看那个老师说什么 这样后来都还好 but他后来就跟我讲 然后说ok 下次我真的要看得很清楚 他说明他就miss掉一个link 就是那个link 按进去就可以 蛤 这也是一个学习啊 就是错误当中可以学习到新的东西 对吧 所以为什么我就是有的时候 我上一集我跟你们讲说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我们都已经读完大学了 我们也工作了 我们干嘛还要帮小孩弄大学 他们自己要弄啊 自己要弄学校的事情 因为我就这样长大 我妈她 我妈是我们学校有单子 我要回来说sign it 而且还不好说 我好像负责签名 他也不看的 我说sign it 明天我一定要签 因为以前我们考试卷什么都要签 所以我们也不敢自己签 我们因为我们特别害怕 就sign it sign it now sign it 所以他越松 我们就反而越来紧张 因为没有人帮你 你要自己想办法 那妈妈上班那没办法 就是很忙啊 我弟弟他都 他都那个什么 doctor毕业了 他也就自己弄的啊 嗯哼 就也可以 妈妈不管啊 他现在都在纽约当医生了 来在很大的医院当医生了 也ok 对不对 他也医学院报 然后他现在年薪也是很crazy 他才几岁 弟弟才几岁 31 不到30 那妈妈也没有管得很严 没有 他在纽约就一直被别的医院 我四个孩子都没管 我四个孩子都没有管得很严 我觉得很厉害 我只有管他们 高中的时候不能出去 一定要念完大学才可以出去 他说的不能出去 是不能交男朋友 而且是很痛苦 因为在美国谁不高中交男朋友啊 我是一定要进了大学 你才有自由 大家看你的第一个男朋友 难道是大学吗 因为我们是过来人 我们当然知道就是 whatever 你自己那个时候 你自己爱得如火如荼 是 高中的时候比较容易学坏嘛 小孩子 在我认为是进了大学 这个孩子的个性就定了 不容易学坏 所以我那个时候只有规定他们这个 我没有规定他们功课 他们就把我们关在家里 只有规定他们不能乱跑 就是高中大家可以去party什么 你不行 不可能 跟他们讲很清楚啊 等你进了大学 只要你进了大学的门 妈妈就不会管了 因为他们 所以他们大学生活 不疯 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随便他们交男朋友都可以啊 高中不可以交男朋友 高中不能 那容易学坏啊 可是我有交男朋友了 是很后期的 你还是偷交男朋友 我跟你讲 我曾经有个男朋友 Oh my god 他要去念大学了 然后那时候我好像是 他是高四 我高三 是不是高四跟高三 对吗 高三跟高三 没有你们是同一届 高三跟高二 不要讲出名字 不要讲出名字 然后他要去念大学了 然后我好伤心 因为大学离我们很远 然后他就是要最后一个晚上 他要叫我跟他出去 date 就是因为他要明天 他就要走了 sigify 我妈为了不让我出门 她从早上就拖我出去逛街 逛街完了 中午叫我吃饭 下午带我看两场电影 就是为了要锁住我 不让我跟这个男朋友见面 然后那时候我妹很痛苦 因为我妹说 为了他不想让你去见你的男朋友 我还要陪着你们一个礼拜六 这样子 从早到晚 然后他们看两场电影 我妈是不看电影的人 他为了要把我就是看着我 就把我逼在电影院 然后我等他睡着 因为他是不看电影的人 他看两场他这样 然后我妹就拿五毛钱 那时候没有手机嘛 对那时候没有手机 五毛钱去投外面有payphone 你知道吗 你知道就投对的电话 投对的电话 我还要打给他 然后我还在那边哭哭 就是那种哭啦 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他明天要 看不到你 i miss you i love you 他说他起来了 然后我还要把他挂掉 我这样跑了回去 然后假装我来看电影 所以是不是小傻瓜 我吗 他好像认为不得了了 这个就是那个年龄 中生的伴侣之类 可是16可是17岁 那个年龄 是你很容易 很容易就被那个了吗 所以就进了大学就OK 大学了 在我认为他们已经成长了 可是你不知道 他第二天早上 早上6年 他还是开到我家门口来看 我妈在睡觉 而且他为了来看我 他早上5点 还是6点开上来 他还不敢车子的声音 还不敢开到我们的 driveway 所以他还放 neutral 他车子又推着 推到我家门口 然后我们就是相拥道别 然后他才把车子推下去 然后他才开车 因为他就怕把我妈吵醒 我们就怕成这个样子 你真的很乖 你小时候蛮怕你妈的 他会发疯啊 你还会掉起来是不是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怕 然后就 而且我男朋友也很怕他 然后那时候想说Oh my god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那时候站在电影院门口 我还一直 我妹就一直给我喂那个 那个币 钱币 然后我就一直投 我一直投 因为那个电话讲完了 来几分钟他就会自己断掉 然后一直投 因为我妈都不让我讲电话 他连电话 我说怎么这么崛起 我说而且你都知道我们在dating 我说你不让我接他就算了 你还 我说你至少让我就待在家里 死在家里 我跟他讲一天电话我也开心 你还没有拖出来看什么爱情片 我根本不想看 那时候是看Ceanu Reeves 有一个电影叫Walk in the Cloud 云朵离之后 对漫步在云端 那种我已经这么苦了 我看漫步在云端 我是不是更苦 很棒啊 我觉得你妈妈很有智慧 那时候把你绑住 你要被定好性了之后 知道你是什么样 小孩 她把我妹拖出来 那时候三妹跟弟弟还太小 所以我爸在解释 你玛丽很讨厌 玛丽就是在你旁边把风 快快快 Colin Oh my God She's getting up 她起来了 She's looking for you 玛丽就是跟你一起跳舞的那个 对 老二 玛丽 她的小女儿 玛丽跟我做 我们一起都是一起做坏事的 因为年龄比较接近嘛 对吧 他们接近啊 对啊 所以他们在大学等于是 才差两岁多一点嘛 玛丽就是我曾经在康青上讲过说 以前我们去咖啡玩了以后 他把我载回来 然后我喝的有点忙 就把我一个人放在车上 放一个晚上 玩了 他也好疯 那我也都不会管了 已经长大了就没关系了 对啊 只要你跨进大学的门就ok 谁你们怎么玩 That's true 我们那时候大学玩的 他说到做到 大学我们个人都是这样玩的 大学我们玩到疯到 我们的孩子都这样子玩 而且我们疯到 我们还是会滚回来 因为他怎么管啊 你本来这么紧 后来就是全松 因为我先跟他们讲好的嘛 只要你们有本事进了大学的门 你们爱怎么玩都可以玩 那这个玩的再晚回来 他还会把我吵醒 跳到我房间 妈的妈的 我给你挑 谁追我谁说什么 然后我看到谁什么 然后谁跟我什么表白 全部讲出来 我那个时候他们进了大学的时候 我回来 而且我们三姐妹交的每一个男朋友 我们都带回家 我们从来没有不带回家 都让他们带回来 不是带回来过夜 就是带回来跟凤鱼餐 让他们通过他们 吃饭看都会 就是我们的三个 我们三姐妹的男朋友 都是以我们为主 就是以我们家为主 我们不会去男朋友家 都是男朋友来我们家 他们来的时候妈妈 就是说没有 我跟你讲这个不行啊 回去跟他分享 只有我二妹 date外国人 我们都 我想 date外国人 没有人喜欢我 他没有 他没有交过外国 所以我想啊 可是没有人喜欢 不是外国人看 交不交老外 这也是天注定的 老天爷 他又要在讲命 真的哦 他又要在讲命 这不是相信命哦 这是真的哦 所以我才会这么松哦 你懂什么叫命定吗 就是当时来说 这一切都已经注定好了 对都注定好了 所以就是你这一生走来 会碰过碰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事都注定好 而且这注定是你当时选的 对 躲也躲不掉 我要过这样的 好的坏的都会过 所以我妈她自从变sifu以后 你是不是sifu 什么叫sifu 就是你不是有一个师傅吗 你跟那个师傅啦 对她从跟她从就是比较有信仰以后 嗯 关系不一样对不对 对 其实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这种想法 不是光是好像说认了师傅才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 我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注定好的 所以我从来不强求 从来不紧张啊 不害怕都不会 嗯 其实妈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 对 你好淡定哦 啊 就是你是一个很淡定的人 就是什么事情都很淡定哦 对 而且我的个性你把我丢到 跟任何人相处我都可以 任何环境都可以 你跟你的动的我都可以 很不一样 他不会想太多 对 那是想非常多 他比较紧张心 我是完全不紧张的 射手座 也不怕的 我紧张就是因为他很不紧张 所以我就变得很紧张 这也是个性 天生个性 老天爷给他的八字就是紧张 哪有Marcy也很紧张啊 比较紧张 对 但是他老大是最紧张的 特别紧张对不对 因为老大会有心里 会有那种很莫名的责任 对 大家不要看Marcy每天 好像云淡风轻很开心 其实他是一个很容易紧张 跟想太多的人 对 他不常会满肚子 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情绪 然后需要一些时间消化 所以他跟朋友讲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疗愈方式 对 所以他都会讲 所以我不是有心理咨询师吗 我都跟他讲不需要 你就咨询你的妈妈就好了 你会怕讲出来之后 妈妈就会担心 对啊 当然也是有好 对啊 也是有好 因为人家到底是专业的 当然当然 对啊 但他当我第一次听他讲说 我去找心理咨询 你说啊 我说为什么啊 哈哈哈 你怎么了 他是老派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好像 而且他的个性他不需要 他没有什么纠结 因为他很容易忘记东西 好事坏事来了就 来好的就接受 坏的也接受 对他们很容易忘记 对对啊 开开心心 你纠结 坏的来你还是纠结 这真的是个性 我觉得这样 把自己的免疫系统都搞得乱七八糟的 身体就不健康了 对不对 是 是不是 真的 对不对 没有纠结 但是他就是因为他心思很细腻 对他主要就是说对 对他对他自己要求 他有敏感的体质 所以他对我特别的感觉 我们这比较粗没有感觉 对没有感觉 他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了 对 所以我心里有很多苦吗 所以我才开一个podcast 就是每天跟大家分享我心里的苦 后来我发现很多人的苦 跟我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辛苦都有苦 对不对 其实现在每天都有的 每天都很苦 我们大家都共识苦 我们那天在讲说 当然我们要学会习福什么什么 但是其实人生苦 我们也不要觉得很苦 因为其实人生苦是应该的 我妈说人生下来的 就是来受苦的 就是来受苦的 让你体验 这个跟钱 跟全部没有关系 只有跟你有钱 跟没有钱没有 有钱有有钱人的苦 穷有穷的人苦 对 老天爷给我们来到这世界上 一定是受苦的 然后从苦中寻求你自己的智慧 看你怎么发展 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不平衡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苦的 对 每个人都是苦的 不可能说是这辈子都不辛苦的 就算我们看到有一些人 他感觉是人生胜利组 他有他自己的苦 对啊 其实很多人可能觉得 我就有很多员工啊 就想说我想要变成melody啊 他觉得melody是人生胜利组 他什么都有 然后又很漂亮 又很有自信 又有才华什么的 我就说其实每一个人的苦 你看不到 你会一直感觉 人最光鲜亮丽的时候 因为我会站出来跟你说 我很苦 你只会觉得 我走出来 但每个人有一些 就像我们讲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肯定有些心理的事情 对 这都是每一个人的功课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不可能是顺的 不可能 就没那么顺 肯定有一些 没那么顺 对 人来到世界上 不可能是完全顺的 不可能 而且人生很长 对 所以你就算前半生 你们有没有 我们不是以前有看那个剧 我的前半生吗 那个女主角前半生 他觉得他嫁给一个老公 那个老公步步高升 然后他就每天花车招展 买鞋子买包包 然后他老公爱他爱的钥匙 他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可爱的儿子 他妈妈也帮他 他家里还有阿姨什么 然后老公突然间就跟着 一个旁边的长得 就是也不怎么提 可是就跑了 然后这个女主就说 那我的价值在哪里 他这么爱他老公 他就要从零开始 所以其实你的人生这么长 就算你的前半生很 就是you don't know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苦 我觉得it's ok 我们讲苦 当然你说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但是这种每一个人心理的功课 是我们势必要走的 因为这个走了 你才会发现 你才会更了解自己 然后你才会真正的能够达到 做自己的一个目标 很像就是每个人如果假设你的人生 是要来受一些体验 那么妈妈可能就是 你这个体验时候的守护者 就是他在守护你 他照顾你从你到18岁 然后你长大定了姓 然后你不管你长多大 你永远会想要回到一个 就是妈妈的怀抱 就是我觉得 那时候一直很想回去美国 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你干嘛还要冒这个险 坐飞机把自己包成这样 为什么非要回去 不过很恐怖 对父母的亲情的呼唤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因为这边有小孩那是一种爱 可是对父母的那东西 是完全无法割舍的 嗯哼 对啊 是一种责任 然后一种 你说责任是有 那还有一个更自私的想法是说 我需要回去见到他们 因为可能我在台湾的生活 因为没有娘家在身边 那所以可是以前是每一年有时间回去 可是去年没有 所以那因为在台湾的生活 你知道现在我们这个阶段的 的女人 不管你是全职妈妈还是职业妇女 你的生命都是贡献 奉献给你的小孩 给你的先生 给你的夫家 然后给你的工作 给你的责任 你没有真正的那种空间 就是完全做回 在这个之前的责任的你自己 对 对你没有 那因为像你们娘家都在身边 都很近对 对你今天不爽了 你今天就是像雨薇 她不是常常说她回去 当女儿当一天 包个饺子什么的 她也很开心 就是每一个人在生活的忙 发泄一下 对忙碌当中 你需要一个你自己的人 不是说你先生不是你自己人 但是你小孩还小 你小孩子自己人 可他们也不肯 你也不肯在小孩面前 去耍废对 那你一定要有一个避风港 所以为什么我就跟我的女儿讲 我说你们结婚 你们嫁给谁都可以 是不要嫁太远 就是要嫁妈妈能飞去的地方 因为像我自己真的是嫁很远 你嫁很远啊 10万百里 你说如果他们住台南 那还近一点 美国真的是天差地别 所以尤其在这种时候 你要回来 那真的是很慌张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for me 一个自私的想法是说 ok I needed it 我需要 因为我的情绪 然后我那时候的状态 我觉得我如果不回来 然后看到他们 看到我妹妹他们 看到我的子子子女 就看到我的原生家 原生家里的人 我觉得我好像我 我会喘不过气 对 所以他这一趟走 也对他来讲 也是一种疏压 所以你问我妈 我回来我超松的 而且我一步都不离开家 对 那个时候我们在 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说 要不要让他回去 我就跟他们的姐说 这个人已经失了根 到了饱和点 他已经到了很饱和 他需要回到他的一个母体 去得到能量再回来 而这个是很纠结 其实我们讨论过很长 其实我们讨论大概十几天 每天都在想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 但我觉得人都是需要休息 而那个休息有的时候 亲情真的是一件很 不觉得很奇妙 那天我们还讲 我们今天要讲 今天的主题可能是 刘妈妈来了 其实刘妈妈在 Melody的生命中很重要 虽然她在那边 Diss她妈妈 可是希腊很爱她妈妈的 对 对 我跟你讲 我妈就怎样怎样 什么什么 但其实就是那种爱是 回到妈妈的面前 什么话都不用说 耍废 那就真的可以很安心的 完全的放松 不一样 对 孩子不管再长多大年纪 父母永远是他们的避风港 是啊 就是我看到你那个照片 其实大家都 你看很多网友的留言 就说你跟爸爸就是手勾着手 那个 那其实还蛮感觉的 对啊 对啊 我回来我爸最开心 对 他现在又开始 哀声叹气了 他跟他爸爸在家 在一起 跟妈妈在一起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爸爸在一起更撒娇 就像一个小女孩 哎这种撒娇 对 就是给人家的感觉 光与这爸爸很适合撒娇 OK 你这样他会轻轻不得了 对对啊 对啊 专门内心的感情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故事 我每次讲这个故事 大家都会喷泪 我忘了有一年 这是before我结婚 但是我已经在台湾生活了 发展了 然后我回到家 然后我忘了我在家里的一个电脑 那个时候还是来电脑 他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突然转身 因为我爸他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子 以前他有习惯坐在椅子上面擦皮鞋 然后他就突然间转身 然后我就看他擦完他的皮鞋 他就拿我的鞋子 而且我的鞋子还不是皮鞋 我是球鞋 or something 也开始在那边擦 然后他就会放 他喜欢听那种爵士音乐 他就放那种老哥爵士的擦皮鞋 然后他就吹口哨什么 然后我转身 我说你不要 我说你干嘛要擦我的鞋子 你不用擦我的鞋子 我说我的鞋子你不用擦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你不知道我非常的enjoy 享受这个时间 然后我说你在讲什么 他脾鞋怎么会enjoy 他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 每一秒都是在创造回忆 有一天我们老了 我们就会想到这些memory 你看你要不要吞嘴 他们父女俩真的会讲这些话 没有都是他在讲 然后我在听 他不很感人 他会讲男人会讲出来不容易 对 雨薇在哭了 他就跟他大女儿都会讲这些话 雨薇在哭了啦 我跟你讲 犯 marriage也不能碰到这种话题 他就是那种 他也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真的 哦 这样子 有一次雨薇发了一个文 他就说他爸爸 那天也是发了一个就说 我跟他在一起的一些回忆 就是我可以这样子跟你在一起多久 我可以跟你牵住一个活久 那个概念 对啊 是蛮感人的 对不错啊 雨薇也是个孝顺女儿 她是以为很孝顺 她照着她妈妈 她以前不会煮饭 像都会煮饭 她那个我爸这次回来 她怎么跟我讲 她就这样 因为她 她真的 你哭成这样子有必要吗 我就看不到饭 manager 她现在已经拿卫生纸了 OK Everybody 你看你得真的 要哭出镜头了啦 然后呢 我说 然后我爸就 因为我爸不是身体不舒服嘛 然后要干嘛 然后他就走来走去 他就说 唉 他说 他叫我宝贝 他说 宝贝啊 你老了 然后我说 你需要讲这个话吗 他说没有 他说我也老了 他说你老了 然后那天我们再讲什么65岁一色 他就说 他以后你65岁 我可能就已经不在了 我就已经100岁了 然后后来我说 我现在也还没有65岁 然后就这样 这样走走走走 他腰不舒服吗 他这样走走 这样 唉 你也老了 他你也有这一天了 这样子 然后我说 我说这个老很正常好不好 他就是在感慨 就是说 所以为什么你当你的 当你觉得你需要 这个时候真的到了饱和点 需要回去娘家 你一定要去 再难 你也要想办法去 对 女人也要 因为大家都在慢慢变老 对 虽然我们看起来不老 但我们自己知道嘛 就是对 你就是 你不知道我几岁 但我知道我自己多大年纪 就是我们自己很清楚自己的状态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爱要及时啊 就是你不知道 就是能够把握的 要赶快把握住 对啊 而且这种很奇妙 我觉得就是说你跟你的家人相处 因为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说 我觉得人的个性跟人的终究点 都是来自于他的原生家庭 是 是真的 所以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 在20岁我们都 哎呀 赶快走了 赶快碰不起来的 我们要自己去创造我们的人生了 我们要在外面租地方住 然后要跟男朋友交往 然后又干嘛 就是每天party 然后找工作 妈妈里面都talking talking 你20岁就是迫不及待 赶快送你赶快走 30岁好像觉得外面好像没那么好 然后到自己有家庭 自己有了家庭跟 哎我的灯已经灭掉了 讲太久了 自己有了家庭 然后有了什么 你又会觉得说哦赶快还是家里最好 还是想要回来 对不对 就回到一个温暖的来到 这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这其实人的天性啊 就是亲情是你完全没办法去讲的东西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 就是it's like a very 奇妙的一件事情 灯来了 灯来了 可是我找不到刚刚那个灯 ok here 所以就是it's weird 是不是可是你 你到40岁以后 你又会觉得说哦妈妈的重要 然后父母的重要 以前都觉得太肉麻不想承认 现在甚至姐妹 兄弟姐妹 我租情当中的重要 到最后还是家人 家人在一起 嗯 才是最值得怀念 跟自己的在一起 其实家人真的是 其实我觉得手足是父母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就是就是你看妈妈运生这些小孩 就让你未来就是你不管怎么样 你旁边都有人可以帮助你 然后你们是那个亲情是断不了的 就是你知道你是紧紧相连在一起 不管大家怎么样争吵 吵完之后 还是还是家人 对对对对对 你说这很奇怪 我不晓得有很多人也是离开家来发展 不管你可能是南部人 然后你到北部发展怎么样 还是有点距离 嗯 有的时候不管你有没有伴 或者你有没有很多朋友 你有没有很多同事 甚至你有你自己的家庭 你内心深处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还是会感觉一点点孤独 那这个孤独很奇怪 像我自己我也会觉得孤独 我会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先生 然后我有两个很爱我的小孩 我有我的小家庭 我怎么 而且我的工作这么忙 然后我有你们这样 我怎么还会感觉 有一点点lonely孤独 这很weird 可是你一到了家里 你就不觉得孤独了 就你回到你的原生家庭 对 你看到你的兄弟姐妹 不管你们吵还是不不合 还是合还是怎么样 我是看你妈妈他念你 或怎么样 看你爸爸他讲一些什么 可是你就会觉得 哦 心就定下来 我不孤独了 就是weird 对 it's very strange 所以你们要想 因为你们比较常看到你们父母 所以你们可能感触没有那么深 但是真的是一种 是 就是会填 填满你心里的一种很奇怪的动 所以像我常跟你们讲说 哦 我说你这样不容易啊 比如我自己在北京才住一阵子 我就觉得我很想回家 但我就想说你可以离开20年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其实很难 很不容易 it's very hard 然后我就 每一年我在想说 Gosh 我要怎么去平衡 因为我又很喜欢在台湾 然后台湾又是我的家 美国又是我的家 可是我20年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了 那现在他们也老了 right 我爸都70几了 我妈也快要70了 我要怎么样 我们可以就是减少这个距离这样子 就是也是啦 因为我觉得20到40岁也是我们想要打拼的时候 然后40以后你还是要打拼 但是你有比较多的宽裕的时间跟能力 可以去做多一点事情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 年底他们应该要回来这样子 你现在在问他你妈妈愿意来吗 他就想把你骗回来 如果他不用隔离 他就可以 我就可以啊 因为隔离的话 年底还要隔离吗 I don't know 趁隔离还要 隔离已经一年了 台湾我们在这里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已经被关了一年半了 快快讲一下关一年半的心情 我们现在关了一个月 他在马尔西家做爽的钥匙 马尔西要为做菜 从7个月在小女儿家 7个月都不够玩 从去年的3月 就到小女儿家去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年龄被关 他们很OK 下面又有孙子 又有马尔西家又有baby可以玩 他们很开心 马尔西又会煮饭 对啊 人家都听人家讲说 又关在家里受不了 我说怎么会受不了了 我一点这个感觉都没有 就也不会认为说好像被关 就觉得人家外面有疫情 叫你待在家 那就待呗 你们现在可以不用戴口罩出外面了吧 他讲是这样的讲 可是我们还是戴 6月15号解禁了嘛 但是室内还是要戴 室外可以不需要 路上的人呢 路上在空旷的路上有的人不带了 但是你进到店里头都要 餐厅吃饭你可以把口罩摘下来 但是距离比较远 距离有 他有对 还是有6尺 我好怀疑以前我们大家挤在一个bar里面的日子 就很多人挤在一起 就这样很好玩 我们现在是zoom drinking 我不是跟你讲有人zoom drinking 问我刘妈妈吃什么饼干吗 我说就是一般的饼干 说我们现在 哎呦 每个人都要去尝饼饼干 是真的很好吃 哈哈 你试完了 我从好像我念初中的开始 发现那包饼干之后 我就一直没断过 我说要帮你自己一箱啊 你的女儿拒绝我 我不好意思了 他是不好意思麻烦 你只给我就寄一箱 因为那个seven是跟我们说 如果我们要可以不跟他订 他就后天就会来了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可是饼干可以寄吗 可是他们有两种哦 那个长的类似的有两种牌子哦 真的假的 一定要对的哦 你这次买的是对的 是对的 我知道 他类似包装有两种牌子 有一种有冲的是不是 哦不是对对对对 不是我说even这个苏打饼干 好像他很类似 真的吗 我可以前面一个字都是一样的 后面不一样 后面第二个字不一样 但是这次雨薇买的是对的 对的 对 雨薇那就去订吧 我们就要去订一箱啊 真的 我给你 因为你可以开始去吃很好吃 哈哈哈 他认为雨薇跟她是消失 字音你知道吗 很好吃 我觉得雨薇跟你妈妈可能是类似的那种 很好吃 比什么甜的饼干 我妈常讲说她觉得 她说你在台北工作最可怜的就是雨薇 她常常跟我讲 我可以想要雨薇多辛苦多可怜 她跟你这种人在一起 每天进一次都工作 她说你真的很烦 要求又这么高 对不对 我真的还好 我现在已经修正很多了 雨薇是有座她可以放得下 对 还好我说她运气蛮好的 碰到雨薇 就像碰到妈妈一样的星座 雨薇不是我妈妈 可以像她妈妈的星座一样的 可以包容她 她也像是可以跟她同心座的女儿 来包容她 对 对啊 那个有差别的啊 真的 对啊 因为要是碰到一个耐性 也不是很好的话 打起来 对 要不然 她说我可以什么 她说她可以一起进步啦 有人摩擦片慢慢的 因为以为她帮我录影片 她把手按到镜头上 我快发疯了 然后那个镜头就是她的手指 然后我说为什么 人家看不到我的蜡 因为你把你的手指 放在镜头上 她是我的手指吗 那不然是谁的手指 她就是这样子 她就是傻大妹啊 就是一个大牛 然后没什么感觉这样子 所以她活得很开心啊 开心啊 很开心 而且什么事都难不倒她 因为她没有感觉 她就什么都是很平静 其实我认识雨薇这么久 她就是一个很平静的人 那我们两个就是这种线 就是那种大起大漏 雨薇都没有 大分 迅迷运气 然后碰到雨薇 大分是大起大漏 然后等我真的开始在闹的时候 她就不回了 她就走开了 这样 她闹的时候我就临时线 就临时线想说 范怡薇她怎么了 然后就先躲开 等我出现的时候她已经好了 我是非常矛盾的 我每次回来超过三个礼拜 我又很想念台湾的事 你会想念台湾 因为我这次出去没有 我这次回来没有出去吃饭 可是以前我回来 他们都出去吃 每次吃完 我说这些菜 怎么跟台湾 台湾小吃还是最好吃的 现在很多外带也做得很 就是很多餐厅不能够去吃饭 他们的外带便当做的超 很精致对不对 我现在每天的乐趣 就是打开手机 想说今天 如果没有这种菜 注重包装 美国也有啦 就是比较少啦 很想吃 食欲就大增 美国都一种很大 你和一种装的这样子 没有美国的 你知道美国每次我们吃温都很大 我记得有一次我带雨薇来 我那时候是带卓卓又来 我一下啤酒 我说我带你们吃最好吃的汉堡 in and out 然后他们就吃了以后 雨薇这样吃一个这样 跟别人有什么是一样 这是什么 然后我说what this is like the best right 可能我吃不习惯 但 again 雨薇是到了巴黎的人 一直跟我讲他要吃热汤 我说巴黎哪里有热汤 只有冷汤 到处在巴黎找热汤 你们自己带汤包自己去泡 巴黎就是要吃冷的 什么生蚝 台北还是真的很好吃 台湾真的是很好 台北的美食 台湾的美食不能比 整全世界都比不了 找不到了 所以 他们一个说买烧饼油条回来 I was like 比不了 差太远了 差太远了 对 但你现在不是怎么会做 你有没有弄葱油饼给他们吃吃看 没有 我没有做 我在这里没有做 因为我就是放空 我一点表现欲都没有 真的假的 真的 他不错 他会好像自己待在家里 宅在家里 他也会担心 妈你要吃什么 我们来一起做 他会帮 对 有做什么厉害 后半都他长厨 如果在家做 我们就乳牛肉 就是简单 因为家里有没有小孩 对 对啊 就很简单 然后因为我奶奶来 他又在烙他的葱油饼 他要教我他的秘方 可是他那个秘方太难了 我可能做不出来 我以为你学会了秘方要回来 你没学啊 我有学 但是他那个 因为他那个面太热 很烫的面 他那个赶出来 那个葱油饼是很软 很 比较稀 很稀 所以你要马上把它丢到那个锅子里 然后他就 所以他那个 对 他就很软 可是他就很酥 因为他游泳很多 看还是厉害啊 是不是 就厉害 对 你这样讲 我以为 就是分享家里的一些事情给大家 亲子还是很重要 是 就是回到妈妈的怀抱还是很重要 就是 没有怀抱了 不要恶心了 拿了爸爸的怀抱 哈哈哈 你爸爸应该会说 oh give me a hug 你爸爸应该这么好 你爸爸应该没想跟你抱在一起 对 对 所以他现在又开始忧伤了 我还要再开始数我要离开LA的日子 这样子 我觉得你爸会累撒机场 蛤 你爸会累撒机场 会吧 他很容易 你不是上次跟你们分享我怀孕的故事吗 我有跟你们讲过吗 对 在节目 你记得那时候我不是一直生不出来 对 然后我们不是你们回来 然后我们出去玩 然后回来我就看到那个夜莺帽子 然后你就喷泪 然后爸爸就忍住 然后后来我们就一直等等 医生开门 然后我们在仁爱录在哪里吃完早餐 他突然间就站在那个仁爱录录的圆环的焦 我说你会不会真的怀孕啊 他就哭 真的 it was like so crazy 真的 我觉得你爸很可爱 很drama 很可爱 其实蛮好 其实大家还蛮想念你 然后想知道你在那边过着生活 看起来你在那边的状态 跟在台北其实不太一样 可能啦台北 well it's okay 我快要回来了 对 期待你赶快回来 我还是喜欢忙碌的生活 感觉的 我还是不能太闲 我太闲我就不太对了 对 你赶快回来啊 很多录影在等你啊 还有很多的 Coming 我们明天就去那个COVID test 你现在不是在那边 你要去COVID test 你不舒服 我公司 我还要算那个日期 好像要72小时之内还是什么 I don't know 我要再算一下 三天之内的 对 然后你现在 可是因为我抓不准美国的COVID test 他上面就讲说要一天到两天PCR才出来 所以我又怕你72个小时 就要刚刚好72个小时去验 因为你如果拖久一点 你就怕那个test出不来 所以你要算清楚啊 你要算清楚 以免到时候不行 而且你回来很辛苦 要住在那个商业里头 对啊 你们有没有送什么便当给我吃 还是 如果那你可以送 我每天可以找人帮你送 如果应该可以吧 到门口就要自己出来拿 不是不是 他们要放在楼下登记 然后他们在送餐 像月子中心 对概念是 只能送到那个 我后来好像跟月子中心 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好像就是跟月子中心一样 就是他早上9点到11点是早餐 然后中午是12点到2点 然后晚上5点到6点 你的门口会有一个桌子还是椅子 然后他们有个系统会按叮咚 你打开门说一定看不到人 因为都是东西都放好了 所以你打开之后 你的门口就会有食物 你就拿进去 然后我看那个防疫旅馆 他讲说你下车有个特别的通道 你不可以从大门进去 你要从防疫通道进去 对 而且他都要求我们就是check in什么 就是信用卡 所有的东西都要先email 就不要看到任何人 因为你入住的时候 你不会看到任何人 没错 没错 是 所以就是他说批做的很严谨 就你不会看到人 yes 你需要另外一种人生的经验 对啊 就是月子中心 那个月子中心 我觉得我就把它想成月子 会不会出来 我又胖3公斤我要气死了 不行 我要每天运动 我们送一个什么瑜伽电机去给你啊 有我会我会可以 你们可以送个瑜伽电机 然后送两个雅铃给你啊 然后你就 雅铃我有我从 因为我自己有带到美国 再把它带回去 对 然后你看你需要什么 你会有没有去做日本人 那个薄的背的运动 你有没有把连结给我 我给你啦 没有 没有 我没看到 有 雨薇有在做啊 我在 有在做啊 没有 我一直不告诉我 那是什么东西 有 你去看 在我们的群組里 好 那我误解你了 我还想说你干嘛不回我啊 没有 那个日本的那个真的很好 那做完之后 我觉得我的手臂马上变细了 真的惨了 我看一下 哈哈 现在看不出来啦 真的啊 真的 真的那个背的运动真的很好 你有给我们连结 yes 余薇在点头 好吧 那我就待会来找找看 对呀 你今天如果回家 你太无聊太寂寞 你可以做一下日本宝贝的 太沮丧 晚上都是我沮丧时间嘛 所以我在晚上沮丧的时候 喝酒 就 我妈说我们要戒酒了 不要再喝那么多了 那何以解忧 我也有 我们喝太多了啦 解忧一杯两杯 OK 好 可是都现在已经 有因为我跟我妹 我们在家喝了一瓶 你们喝了一瓶啊 我为什么 我喝了三瓶白酒 一瓶煎 你三个人一个人一瓶 我还可以接受 但第四瓶就不行了 对呀 第四瓶还是烈酒煎 所以你一个人一瓶 我觉得到这个线就差不多 然后我爸说 你干杯像大姐大样 好恐怖 大姐头 然后她说 Oh my god 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然后 因为我跟妳讲 我玛丽就是有的时候喜欢激怒 我说 你快点喝啊 看谁酒量比较好啊 这样我无聊嘛 你就会被激怒 你真的很容易被点燃 一点 容易被激怒好不好 然后我就说 什么白酒 我就去Marcy的酒的柜子 拿了一个菌出来 我说我们现在来喝菌汤 然后就一下子 那瓶菌就全部喝完了 不省人事吗 我跟你讲断片 我就知道 一定要不省人事了 可是而且我从来没有断片过 这样子断片 like真的 你问要是晕倒 真的晕倒是断片 完全不记得 放心跟很放松 因为这自己家人就觉得 断片没关系 在外面你就不敢 而且我自己在家里喝 吴先生也不理我 那就不好玩了 那他们三个人会 就他们两个姐妹 会跟我一起巴蒙 对啊 很好 而且你妈的酒量也不错了 那些酒量不错吗 你可以喝多好 你别搞了 其实我酒量蛮好的 但是我一个咖啡一个酒 我都嫌它苦跟辣 酒我嫌它辣 嫌它辣 嗯 我得跟你找 辣又辣的酒 有些酒 有哦 都辣 烈酒也辣 但是我现在酒量蛮好的 因为那个喝的时候 不感觉有酒在这个酒杯里 二妹跟三妹会训练它 那七天喝多少 我 no 我上个礼拜有一天 一天喝上个礼拜 你喝多少 我跟跟小小女儿在一起的时候 在用试里头 喝多少 喝了四杯 四杯什么 但是他不是 皮特克拉拉 不是 那是果汁了 他只是有run 跟那个banana 跟香蕉跟草莓 mix 好好喝 那那个不是果汁 但是我第一杯的时候不行 然后第一杯喝到喝完之后 我说你好好喝 小女儿就说妈你还要不要 我说嗯 所以那天喝了四杯 这对我们来说 那两个钟头喝四杯 所以大家要跟他学习 在年轻的时候 不要太管你的小孩 然后到老了他们都会回来 而且他很聪 而且他到老了之后 小孩会不由自 每个人都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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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当妈妈了 我们都希望他们快点来 我们都在抢他带小孩 每个人都需要我 对 三个女人来抢你 对吧 因为我又不给他们找麻烦 我觉得台湾这个会抢比较凶 台湾这个 我已经两年没抢到了 该轮到我了吧 我年底一定要把他弄毁 年底把他抢毁 因为我们明年有别的工作的气泡 我年底就要把他弄毁 你赶快认真年底把他弄过来 我觉得可以 对啊 可以 对不对 对 轮也该轮到 对啊 轮也该轮到我的吧 你加油 你加油 可以的 可以的 会的 对 我可以哦 谢谢你跟我们联系 你们很晚了 对不对 对 几点了 你们也晚了 OK 这样你不要越讲越开心 快点赶快下线 他快要爆料了 几点了 OK 爆料了吗 还是我不要下线 没啥料好爆 OK OK好 谢谢你妈妈 谢谢哦 OK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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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那个 你要不要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